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颇有实力的选手 去年个人赛是首次进入了个人赛的前六名 也是最近几年的后期之秀 也是为成都队拿过全国团体冠军 这次乐昌桃花杯是在广东的韶关的乐昌市进行的 当地的政府还有体育部门对比赛也非常重视 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 应该说那个地方山清水秀 这个物华天宝 当时比赛过后还有当地还有这个桃花节的活动 对 桃花节很美 但是正好我们去的那几天 由于这个连日大雨 没有来得及去欣赏这个桃花 是 居一平二 这个开局呢 这个前几步棋呢 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这条棋就比较少见了 是 实战红帮走了个过攻炮 对 这个棋呢 一般棋杆呢 总是要巡河或过河 不给对方封居的机会 是 但是赵万芳呢 也是别出心裁吧 嗯 他可能觉得这个梁延婷啊 这个训练有素 对这种布局长套呢 肯定都非常的熟悉 对 他想故意呢 走一点这个冷屁的走法 在这个中局呢 跟对方呢 来争一下高下 这个泡尔平六呢 就是想 调整阵型吧 然后那个 舰机 形式啊 嗯 有 还有一种 见招拆招的这个意味 黑方呢 这个浸泡封居呢 是可以的 就直接封居 嗯 那他也是 浸泡封居 马二进三跳上来 那黑方在马八进九啊 可以这个清零的走这个阵型 是 将来居酒平八 然后这八楼炮呢 根据红方的这个走法呢 再来定型 就这个地方呢 把红方的左翼子力封入呢 感觉黑方呢 还是可以的 是 因为你出居 我也出居 你掌居 我有泡八平七 有泡八平五 嗯 这两条旗呢 都可以考虑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黑方呢 可能比较积极 嗯 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子力呢 很通畅的 啊 舒展开来 对 实际上黑方是 也想尽快 出动自己的左翼子力 嗯 他就没有封居 他直接封 他就对马八进七 他是一种很 自然的走法 感觉 就是我 我就出动大子 嗯 就是黑方呢 就是没有什么 对骑行的这种 长远的规划 见状拆烧 是 就是说 你尽管走出了一个 比较冷屁的招呢 我就正常的出动大子 然后啊 看 看着办法 啊 他如果 拘一平二 他是不是可以 泡八进四分 对 就是洪方 没有选择拘一平二 对 拘一平二就变成了这个 公共炮 对骑马的一个阵型 也是可以 是 那黑方这儿呢 可能有多种选择 炮二跟炮八 对 两个炮可以封拘 都可以 所以赵万方呢 感觉这个招不好 占便宜 他又走了一个怪招 他走了一个拘一进一 拘一进一 他准备一个拘一平四成出来 应该说 在布局方面呢 双方也是斗智斗勇啊 嗯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 他直接泡八瓶九 嗯 左三不虎 把拘量出来 也是可以的 红方拘一平四 嗯 红方 黑方就拘八瓶四 他就是也不着急封的这个八路拘 嗯 嗯 红方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吧 他走路拘四进三 想要这个 以后舰机形势把这个七柄给对开 嗯 双方呢 就等于在布局阶段呢 就脱离长谱吧 对 然后呢 大打散手棋 看这个棋呢 怎么去发展 嗯 这种棋啊 比较考验人的这个 对这种阵型的这种理解 是 这个中局的这种局面型的战斗呢 应该说是 外松内景 看起来呢 平平淡淡 但实际上呢 双方这个 也是暗藏玄机 对 这时候黑方选择了个G2-4 P2-4 封居 嗯 这个棋 也可以啊 黑方也没有什么 呃 太大的问题 他是补楼像 对 红方就 向七进 他先对兵不是有P2-7吗 所以他向七进 他感觉这个 被走一个先手 觉得容易吃亏 对 啊 然后黑方这个地方 黑方也是 赤楼井 我补了一手 嗯 正好就是看这个棋 红方我觉得 他还挺有想法的 他上来就是想脱离棋谱 嗯 主要这个阵地 这样有时候 嗯 就是让我们这些棋手 看下起来的时候 总觉得没有方向感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 嗯 调整 怎么去这个 运作 所以我看黑方就是 也是 也就是看你红方 呃 补齐 然后我也是补齐 有种模仿的这种意味 然后这时候 红方是对齐兵 然后黑方再补像 黑方呢 这种走法呢 就是说 也算比较 符合实际 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走法 对 他没有想到更好的思路 对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阵型嘛 嗯 我们看到这 他也补像 对 其实黑方最有想象力的 就是走组武棋 这个时候 因为你 你看啊 你补了像 你就不能还中炮了 对 然后我组武棋呢 就可以马七进武 炮九兵武组武棋 直接反击 对 一般是有中炮 才会想到冲进武组 对 但是没有中炮 就可能没有这种想法 这个棋你看 你再对兵 他就上 你再冲 他有什么冲过来 什么冲炮 马五进三 就这种棋 就很活 对 所以说呢 下这种棋呢 他也会压力比较大 对 一旦红方这个子力啊 协调得不够呢 你可能就 有可能给黑方呢 一个很好的反击机会 就是红方这么走呢 他是主动求变的一种打法 但是他有可能呢 效率走低了呢 给黑方一个 从容反击的机会 对 所以说这种走法呢 他应该说是 比较符合于实战 但是可能 不能完全经得起 这个推敲 可能就有一些效率低了 那黑方不是 当然洪方高兴 对 他当时 你十六进武 鼓了一手 他呢 先拱了个三兵吧 那他对七兵 他对七兵 他又捕了一手像 然后红方又拱三兵 对 红方拱三兵 这儿红方你看 他两头车都拱起来了 你黑方这马三斤四呢 他也不怕 因为你没有后炮 你没有这个打 双方就是一个阵地战 或者是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 从局面上来看呢 红方略好一点 怎么判断这个局面呢 对 就是红方这个振兴硬结实 是 你看你要是拱这个足呢 他先拱你 你拱他吃 他是先手 对 所以说你这个七路马 现在不好走活 有个红方这两个马都很活 黑方有一个落马 对 红方不是两头蛇吗 这个局面 这个两头蛇就比较关键 对 然后他这个炮 也瞄了你这个冰冰 这个棋就是红方呢 略好一点 但是黑方如果走得结实 就是应对得当的话呢 也问题不大 是这么一个棋 对 那还是挺较量这个功底的 黑方是走着 当然他实际上是想要 尽快把这三路线给解脱 所以他是走了一个先手 这个棋就是走飘了 因为你上马以后呢 没有实质的效用 不如走G2进4 两个局呢 守到巡河呢 扎实一点 是 如果你兵器已经拱 他可以卷成三尺 对 你在马其中六呢 他二楼炮还可以打这个边兵 对 这儿黑方呢 应该说局面还可以 可以先长起来 红方可能也得博士之类的 他可以考虑再对这个起足 对 红方也便宜不大 是 红方只能说略好 略好呢 就是在等待对方犯错误 那他实战走这个马三进4 这个棋呢 看似是先手 而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 计划呢 不太周全的这么一种思考 对 局4平6 然后他再组在那一时 一般来看呢 这是一个好棋 对啊 因为等于黑方多上了一部马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呢 由于这个马上来以后啊 暂时也没大作用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处 没有前进的道路 对 他当时走了一个 居二进三这时候 就是想要 又给我这个阿陆军生根 同时又保住着我的编组 他呢 这张戏呢 倒也勉强吧 目前来看呢 还可以 倒也不是特别的 因为他拱七足 他怕他平局顶马 你马在向回走 他怕他马七七八什么 这个把你挡住 对 他得把局先走上来嘛 这样子 恐慌走马七七六 对 他没有 他走了一个局七平六 他也是把他顶回去 对 顶回去 如果走马七七六 对方可以抛键压一下 对 感觉马七七六好像便宜一点 是 马七七六他可能担心是炮二斤二吧 炮二斤二 红方 就是说有几种打法 一种打这个马再炮酒瓶六 这个也是稍便宜一点 还有一种呢 就是炮酒筋 四就打掉你这个边兵 打掉边兵呢 你吃了我再吃了你将来有一个 巨八斤四的形式 就直接一个交换 这个琴应该也是红方呢 比较优势吧 他是平居 对 对方再回来 这个炮在这儿的 这儿红方呢 暂时也不太好调整 对 他走了一个 七八斤二 红方呢 是想将来呢 都把黑方这个空间挤住 他想将来居六平气再马进入 他不给他这二楼炮的空间 对 就这么一个思路 那黑方这个时候要抓紧 足迹队兵了吧 当时是队兵 红方这个时候是走了一个 十六镜 他补了一手 那你觉得这棋怎么下 就好 当时其实我就觉得可能炮酒退一 还是有一点变化 因为一般那个就是这个棋 张老师您不有时候老给我们讲棋吗 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 沿河这个阵线 这个足的对峙情况下 有时候就用这个炮来进行打击 来逼迫对方来打开这个局面 就是协调阵型 对 炮酒退一 以后有炮酒平七 炮酒平三这种棋 对 这个退炮倒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走法 就这两个点我肯定能选一个好点站住 对 一拱我呢 我吃掉你 你上来 我怕他们把你吊住 对 先把你的这个 让你自己的位置 总是双马有一些受制的感觉 就说尽管局面并没有直接的这个对攻 但是红方的这个阵型呢 对黑方的构成牵制 而且主要的是这个 这个鞠炮这个被牵制住 是怎么一个把它这个调整开 是黑方现在这个局面下 面临的很关键的一个点 实际呢 红方不是 走得也比较实 对 他呢 想把自己的阵型呢 先走后再说 是 然后黑方就也是跳马灯 一顶 顶 然后 他又拱 对 然后他继续再一吃 对 这个棋啊 黑方再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 再一次争得了军事 对 因为黑方呢 这个马上来 还是 有很大作用了 对 就像刚才知道 您说的 这个黑方这个七路马 本来是个弱点 对 但他现在解决掉 对 应该说是 可以形成一个 抗衡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这个 二路的鞠炮 是不是也稍微有点隐患 暂时也没事 没事 这个棋 它可以再走 G2进一吗 就是现在G2进一 可以上 那G没有根吗 我现在升根吧 升根了 红方这个棋 也没有腾挪的一些手段 对 那我跳马 那可以炮九平六 对 这样 这个棋是互相牵制 对 G2进一 这个棋真是军事 但是实战当中呢 可能黑方呢 觉得自己的形势 也是不错了 对 他呢就是 想寻求进一步的反击 反而这个棋呢 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看看 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 来讲解这个 后半局的这个激烈战斗 好吧 好 各位旗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实战当中呢 梁艳婷呢 选择了一个 马三进四 挑马 梁艳婷呢 应该说是 非常优秀的这个选手 这次他们成都 四川代表队呢 获得了这个团体的 也就是本届女子相甲的亚军 对 这个也是他们 在六届参加相甲以来呢 最好的战绩 对 梁艳婷大师 还有御思源大师和朗琪琪 这三位大师 一块的这个努力的结果 对 当然说的 他们也有一些这个运气 对 他们也曾经获得过 全国团体锦标赛的 女子个人冠军 那这次联赛呢 他们获得第二名 也是一步步的成绩 一步步在进步 联赛有时候是商业赛 这次后半程比赛 这个朗琪琪发挥的比较深勇 对 取得了这个多盘棋的胜利 当然这个有的棋 也形势并不是特别好 有这个翻车 对 这个朗琪琪呢 也是个年轻大师 所以他们也是 启用心人 尤其是最后 六场对决呢 他们是以四胜二平的成绩 就是朗琪琪一个人的成绩 就是最后在乐昌的 这个最后一战的比赛呢 对 成都队呢 发挥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是 最后前三名呢 第一名呢 是我们北京九重会队 对 提前的几轮呢 获得了冠军 成都队呢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二名 然后广东队 第三名就有点戏剧性 本来这个广东队呢 最后一盘棋呢 是有机会取胜 如果取胜的话 他们将获得第二名 对 这儿成都队呢 就可能会第三了 还有一个队 江苏也比较可惜 是 最后是连败两场 对 他们最后两场都没有下好 对 本身呢 是有争取这个二三名的机会 对 那么最终是川军呢 义军突起 这儿洪方 我们回到西方上来 洪方走马七星六 通过这个转换呢 洪方呢 又拿到了这个优势 对 就是主要也是化解了黑帮这个 马六斤四 持终兵的这个 三十六 这个地方啊 这个 乍一看有一个泡水瓶酒的 这个选择 但是他临场呢 对 没有敢这么去选择 是 其实这么选择呢 也是不失为积极的 这种策略 他是不是也担心 自己兵种不好 人家居六金一 一个交换 就是说 如果你这么换 他灯回来 这是大紫的转化 那么黑帮倒不怕 对 如果你居六金一 这儿四居界面 吃掉 吃掉 然后居二平一 这个棋 可能黑方呢 也是有不少合棋的机会 对 形势略差一点 但是洪方呢 目前物质力量呢 也不是特别充足 要想进一步取胜呢 你应该说 也是有不少难度 我觉得黑方可能 就是这样呢 结果局面 肯定是要稍差一点 是 但是呢 有很多这个谋合的 这个机会 所以当时他没有这么选呢 可能也是 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个棋 是 当时觉得这马 回来也挺安全的 当时可能觉得还可以 对 就是我这个马就回来了 因为这洪方 现在也没有物质力量 好 我们看看洪方的这个孕子 怎么这个 在这个平稳的局面下去 寻找到了一些这个战机 对 他当时是 是退局捉了一下炮 他 对 对方逃炮 对 他是炮九退二 退两步 然后他追二进一 就是他退局 因为他不会打兵的机会了 对 这个地方打中兵 也可以 是 好像是有个打中兵的手段 交换 正好 那个九路底炮 对 就是说黑方呢 这里有一个炮二平五 强行这个 尽管这个局将来要一将杀进来 但他可能怕他这个马 前进比较快 是 因为这个地方肯定要对了 对了他马三进五 巨江 电炮或落势 他吃掉 同时在马五进四 大家能看见这个马比较快 其实这个马快呢 倒也不是特别怕 对 黑方也可以组织 完全的这种防守 对 他就是冲中阻 他以后马三进五 马五进七 有这么一些点 就是这个炮二平五呢 这是一个解决这个 这个牵制的这么一个好的手段 对 通过这个强行的简化 这有两次这个简化的机会 对 不知道您跟我们讲这个 的确这是一个很 当前局面下一个 挺值得就学习的一个 就是说黑方这个旗啊 不要去久战 对 久战呢 你被人家拖着 还是有一点危险 他这儿炮二平七了 对 这个炮没有好位置 没有好位置是 这个炮 有一点负担 是 他说他做炮九平七 他是有一个 想要炮二平七 那人家 不知居的一个机会 对 他有多吧 他捉了一下 他炮二进一 再来 这儿黑方准备炮二进四了 红王还要 不能给他这 他用马三进二是吗 他马三进四挑上来 马三进四挑 然后他顶住 他是顶住 然后他这个炮六平七 他这儿争到了炮六平七 对 这招企业很大 是 对黑方呢 还是有一些的干扰 黑方 当时是走马三退一 然后这不退马 是不是本局一个 当前局面很坏的一步棋 对 其实没有必要退马 是 他还是应该飞个边向 就是说真换了的话呢 也不怕 换了以后 对方两个局是连着的 对 这并不是无根据炮 是 不要太追求这种兵种的保存 可能对 就是可能我们在某些时候 就是想要保存自己的兵种 觉得兵种不好了 马上就觉得自己这棋就坏了 最主要是这个马退回去 对 就不好再上来了 这是关键 他后来一直就很难这个马跳上来 而且这个中兵也失手 对 就是兵线也失手 这个棋呢 就是退马是一个坏棋 导致自己的这个局面呢 这个形势呢 有一些恶化 本来是稍差一点 还不太要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继续战斗的这个场景 这后面 红方就开始腾诺自己子力了 红方选择拱边兵 先不让你交换 陪方这个一打马 他再回来 红方选择再回来 然后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可选择 他就一蹬 蹬 他一顶 他一桌 居立平三 打 然后再马二推三回来 对 这二呢 看起来红方挺绕 但实际上呢 通过这个调整啊 红方这个位置呢 还是不错的 他最重要的是 他以后居三均二 你是拦不住了 不太好去拦 因为你这个一路马就跳不上来了 红方将来有居三均二 居三均三 这些手段 对 黑方可能走到这时间也吃紧了 是 当时他 有一点慌 心里没底了 其实这个棋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编马上不来 对 这个比较耽误 这个整体的这个 步调 是 本来这个马是看着中错 他 情急之下就去对居去了 结果这个棋呢 一下就走坏了 那后来呢 这个赵万方呢 应该说抓住这个对方 这个阵型啊 松懈的这个机会呢 闪闪腾夺 扩大了这个优势 后面这段 真的是可以值得 好好地学习啊 你看这个 一飞 然后在马三斤四 像马 因为你不能顶马 顶马吃炮 把那个马捉死了 对 正好是个闷弓 现在蹬着中途足呢 他只能把项落回来 虹方 就把中兵吃掉 对 现在先得物质实惠 这个中兵太大了啊 下午马五推六 还要得子的 对 只要推一捉 他可能在马五推四回去也可以 他捉马 二平五 正好有个退马 登炮的气 正好不敢飞 他只能泡出去 三回来 这个底线这个威力 虹方 这个棋 鞠如果吃的话 他正好 他也有砍你的棋 对 是对砍 对砍呢 虹方还要再拘再回来 如果想迎棋 这也是一个打法吧 是 他是先走不先手 对 你就平四 对 现在也有吃 然后他吃 然后你拘再回来 对 这个棋呢 也是可以 就是这是简洁的一个手段 因为你不能灯 灯是能工 对 然后他拘再回来 你还得拘三拼四吧 对 然后虹方再拘八几米 这儿通过这个腾挪呢 你马还是上不来 一路马的问题挺大 下不棋鞠立的这个中鞠 然后这个中兵呢 一路冲过 这个兵一冲过 就可能可以撞向了 对 这棋鞍方呢 也是优势很大 是 实战呢 他没有这么走 他是走的马 七对九 他再去腾挪 对 也是可以 然后黑方 黑方足以进一 虹方在马九退七 对 然后拘四间了 这个思路呢 应该说这个赵洋方呢 他就是把中兵的顺利地渡和了 这儿这个局面呢 还是得到了实质性的这个进步 因为等于在进攻的队伍当中呢 虹方多了一个中兵 这个就是加力了 黑方呢 输于防守 这个棋就很困难了 他炮尔平三去对炮吧 对 他就有个炮尔平三 虹方呢 就接受这个队子 还是不让他马上来 对 打掉 然后上方交换 打掉 虹方再落掉 他马一进三 他炮七进四压住 对 他这骑这个马 其实上来也上不去 还不 索性还不如去四平一 吃个编冰算 对 走这个实惠一点 对 因为你现在捉马 还可以推炮这个打局 对 他实战这个跳马 反而成一个负担 然后虹方只好有个进炮 顶住 他是不是抓马 他有鸭肉炮 他有点紧张 别把那马捉死 就是他一抓马 你一打局 他七路炮 对炮 对炮 对炮他可以阳视吗 阳视炮尔平都打掉了吗 打这个局吗 对 正好是打一个局 他有这个顾忌 他怕这个马捉死 还真可能捉死了 但是他可以跟你交换 然后把鸭躲 他可能有这个下底鞭反击 就是说你鸭吃兵 下底鞭反击 他这可能要丢性 他有顾忌 反正总之 他这个马现在跳起来 也不是最佳的时机 不如说唐先生 说那个有下底鞭的起 这么下 把他马再压住了 黑方也很困难 这儿等于 红方牢牢地控制局面了 他最后是 就是吃兵的 他当时走了一个 鸭躯一 他准备这么 他希望你补项 然后延缓一下 但是红方呢 就是很简洁 对 然后他鸭四瓶三 他就进去保住 这样呢 红方等于全控了 他把这个局面控制住了 对 差不多马路剩八了 他这个七项呢 这个思路很好 就是 他知道你吃了一个项以后呢 你没有后续手段 而红方这个 大拼压境啊 可以马上呢 这个制导出这个 好 进攻的这些手段 那黑方 也只能先吃一将 红方 落实 他走个鞠三推四 可能退伍 稍微揭示一下 退伍可能蛮强一些 嗯 鞠三推四 他准备抽吃这个中兵 对 其实他这时候可以 马六进八 对 马六进八就得子了 这个棋就速胜了 对 实战 他可能时间也紧 也没有走出来 但是他这个走法呢 也是能够确保优势 对 马六进八 你将我补试 你这炮躲不开 对 躲开底线 将这个卧草马将 可能很厉害 嗯 他当时 是 是飞了个像 对 因为他这个八路炮 毕竟欠缺 对 他居又退一步 然后这时候是 这个 炮吃鞭足 然后他 爬瓶酒 对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就 多两个兵就够赢了 对 他居二进一 因为你打出去 这个底线攻势太厉害了 他就退了 打出去 他底一僵 再下底炮 这几步 这也够赢了 对 这几步 红方是也通过一个简化 摩托胜利 大家看一下 就是 他是一个交换 然后只能居三间 推二吃 他再去二进一 捉一步跑 这个细节很 他就说让你打出来 对 然后我将你下底炮 那你这个走路炮 又要抽炮 又要打势 我去炮兵就够用了 对 他实在是炮酒 进一 对 正好有一个 炮一瓶五 嗯 这个棋子呢 最主要就是 黑一方这个 一个是少兵 对 第二个呢 就是鞭炮的位置呢 不好 对 他实 实在是炮酒瓶六 但是如果出这样的话 这个炮被捉死了 对 你炮长一步 他就再炮我瓶二 以后这个黑方这个 九路炮又被捉死 嗯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实用的手段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点 这个 看着这个冰的拱 这个炮没有路 好像 好像拦不住了 对 所以他实在呢 这个时候 他走了一个炮酒瓶六 那红方有一个G二瓶四 红方这个跟踪追击 走得太好了 嗯 因为他下步棋 你要躲炮 他就准备知识 初帅 对 G三金要是跟着 他也不是 对 或者拱编兵 他不理你 这个地方主要是 黑方欠行了 对 以后 红方出了帅 以后就没得走了 他这个冰呢 长驱而入 黑方 G一离线 他就丢炮 对 所以这个 走出G二瓶四来 黑方就主动认赴 是 这个棋呢 应该说 最后一段呢 这个招不方走得 还是非常到位的 对 这个G马炮兵啊 运用得非常好 嗯 是 那好 也非常感谢 乐昌市政府呢 为本次比赛呢 提供了 很多的服务 也感谢 各位旗友的关注 今天的对局呢 就为大家 讲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